好,接下來題目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考試的考法 我告訴你,有一個是NA症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誰 這是一種 當然另外一個可能是要算數目的 這是一種 請問你,可愛大帥哥 另外一個可能是誰 32,32 另外一個可能是誰 笑容,不知道 B,請坐 你選的叫B 因為一定要電中性 有正離子就需要什麼 負離子嘛 這樣才會正負,才會抵消啊 所以我給的是NA症 那另外一個是正離子 另外一個一定是什麼 負離子嘛 所以一定要電中性嘛 所以正負總電量一定要相同 所以你有個正離子,那又是負離子 那負離子誰啊,就是C啊 這裡面只有C是負離子 其他都是正離子,不會對啊 所以就氫氧根嘛 這是只要知道正負就好了 這是只要知道正跟負就好了 這個是要算 那也一樣 你應該要知道解離方程式 我跟你講過綠化鈣常考 你把它背下來也可以 剛才的氫氧化鈣的解離方程式的氫氧根改成綠 就是綠化鈣解離方程式 剛才也看過了 請問你我有五百個氫 那會有幾個鈣 或者是你不曉得解離方程式也沒關係 你就單純說 氫氏多少的負電 鈣氏多少的正電 然後呢正電要等於負電 那你就一樣可以知道它有多少個 一樣可以知道有多少個 那這樣的話應該有多少個呢 可愛小女生 十二號 你選B嗎? 要嘛就是看解離方程式知道幾比幾 要嘛就直接帶正離子的總電量等於負離子的總電量 看解離方程式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鈣離子會有兩個綠離子 綠籍的數目是蓋離子的數目的兩倍 所以呢就一半 五百的一半是多少? 兩百五 或者呢你就去算嘛 你現在綠是一個負嘛 所以你有五百個一個負嘛 所以負五百嘛 所以要有個正叫正五百嘛 正五百 那它一個是正二嘛 那要有幾個? 那也是要算算是兩百五十個 一樣可以知道嗎? 一樣可以知道沒有問題 這樣就解決掉了 所以我們答案呢就選的是C 兩百五十個 這是要算數目的 但是呢基本的想法都一樣 什麼想法? 就是正離子的總電量要等於負離子的總電量 我們必成電中性 這是我們說的 這是我們說的關鍵的字眼 關鍵的字眼 OK嗎? OK